然後他那種叫玻璃 欸玻璃好像在以前是給你梨子 然後就好像不錯 然後後來就想說 有人就有人這時候提出來說 可是我覺得梨子比較好欸 然後他說因為他說梨子是 梨子是比較活躍的 然後他可以跟別人結合 但是他事實上也可以自己一個人 我不知道他解釋有沒有 就是不要不用專業術語打敗我 然後就是他梨子就是他可以一個人 然後他也可以跟別人結合 我們覺得這跟我們的理念非常像 所以欸那為什麼不能結在一起呢 我們就要剝離紙 然後之後就覺得 大家在這個社會上 常常用有色的眼睛看我們 但是事實上我們也用有色的眼睛在看別人 用不同的顏色 我們就會看到不同的角度 事實上你在換一個顏色的時候 也許你就看到這個人不一樣的面貌 那我們在這個團隊有15個人 有同性戀 異性戀 雙性戀 也有異性戀 那我們有五個圖庫主 就是他們工作每天就是負責走路 沒有負責走路 我要問五個圖變形一下 我們還要半活動 還要寫新聞稿 然後我們還要負責跟人家聊天 然後負責被開招 欸負責聊天 走 欸半活動 然後我們 我是攝影組的 然後我們在攝影組就是要拍紀錄片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累 有人就趴在地上前打相機 或者是站在那個那個什麼 休旅車上面 然後會拍高角度之類的 然後住點組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控制那麼多時間 然後就留在北部 幫我們發粉絲專頁 然後弄一些藝蠻賞品這樣 然後簡單介紹一下 這邊是我們走路的組部組 然後今天有安寧有來 安寧跟大家揮一下手喔 她是我們的音樂長 我們等一下會有在想法來給她剪喔 然後等這個大家知道嘛 然後再來是影像組 我們有製片 然後還有我們的動畫攝影 還有兩位 我們兩位平面攝影師 就是我們我覺得目前公益最厲害 因為 欸 平時看到說美帝的照片 就是他們拍的 然後住點組 然後美 我們的美術黨 來 右邊走 為了躺躺 為什麼我們 為什麼你們要拍影像 拍影像是為了做成什麼東西 這邊都忘了跟大家介紹一下 嗯 我們在環島的過程當中 冒冰那時候就跟海岩 他就跟海岩一起 一想說 欸 我們應該要 為了這個議題 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欸 我覺得這個議題是很有趣的 而且我一直對紀錄片很有興趣 我甚至覺得說 每個人都有 對於 因為我自己原生家庭的關係 所以我對於家庭的想像 跟別人家庭的想像不太一樣 那我就有好奇別人家長什麼樣子 而且我自己本身是個雙性戀者 那我現在跟女生在一起 那我未來呢 我覺得 我是不是就沒有一個家庭 沒有一個模式了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去環島 去拍攝紀錄片 去在環島走在台灣的時候 去跟每一個家庭 然後去他們家庭拜訪 看看他們家庭是什麼樣子 然後又有他們來告訴我們 家跟愛的定義是什麼 嗯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拍攝一個紀錄片 我們就放下 那你們覺得愛是什麼 大家覺得愛是什麼耶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大家覺得愛是什麼耶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然後都不好意思舉手啊 太Cue了 換臉 愛是包容 愛是什麼 愛是什麼 大家覺得 大家不管懂的人覺得呢 剛剛遲到了都要講一下 對 對 懲罰了 愛是什麼 是 學長學長 有所叫做愛的燈嗎 還是 愛是華麗 是不是愛的燈 我要玩的 就是 愛是 怎麼不太像妳會講的話 愛是甜蜜 愛是甜蜜 那其實大家對愛的解釋很多嘛 每個人對愛的定義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突破玩到 就想搜尋 每個人對愛的定義是什麼 還有他們覺得怎麼樣做做家庭 要不要充滿一個愛的地方 於是我們就開啟這張旅程了 那我們在開啟這張旅程之前 我們有先 就是因為一群人出去 然後因為是女神 所以有點害怕 跟她講一個蠻好笑的故事 我們第一次去世中 就是 發明問我要喊 那時候 就是這個團隊就只有我們三個人 然後我們想說 我們就從 郊西走到宜蘭市 然後 我一路跟發明出門的行程 唉 唉 其實冬天這麼冷 那時候三月 我快再沒被 我們就帶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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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超重的 但是她其實好像我們的心 你看 有沒有這是睡袋 然後這個是她的攝影器材 然後這個是棉被 然後還帶水管 然後還帶水管 哈哈哈哈 我們帶水管 哇 看我們水管 然後就一路上大家都覺得我們是瘋子 因為我們背著棉被 環大 哈哈哈哈 因為棉被的套子很堅 很堅固啊 沒有 我們走到也會掉下來 我們就好聚神綁起來 哈哈 對 而且那天我們還誤闖了 就是那個草臉步道 然後他就登山了 哈哈 對喔 很好 好 那我們往下看 我們在環稿的過程當中啊 但月子市走過 所以搞笑的少了一點 然後 我們就是拜訪多月的嘉賓 像我跟阿進 然後我們也去住了一些國小 路上有遇到一些很友善的人 他甚至跟我們一起走 走了一天 然後走了兩天 然後也有人就是 去給我們一些食物啊 還有水一些資源這樣 然後大家無聊的時候 你看其實不是一個人走很無聊 一群人走也很無聊 你看 然後我們在 因為我記得我剛剛就問他 他說他是五月走到七月嘛 所以應該是沒有颱風 我那時候遇到颱風欸 超可怕的 然後我們那個 因為是一群人 所以通常一個人 都不太可能收留我們 如果他們家不大的話 所以我們就蠻苦惱 並不是每天都睡得很好 對啊 我們幾乎 我們總共突破五十五天 那我們幾乎只有十幾天 是有避忘住 其他地方都是 睡學校的穿堂啊 睡巡道的停車場啊 然後跟蟑螂啊 老鼠一起睡覺 所以就是 沒有辦法 就是大家想說 一個人走路其實方便很多 然後我們 因為剛剛還沒有跟大家簡單的檢記一下 我們是從台灣的東部順時鐘 從花東 然後一直走到南部高雄 然後再繞一圈回來 就是從先苦後高嘛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那我們就 我們從七月二十五號開始走 那我們七月二十五號的時候 那時候是 就是出發嫌隙者會 那因為我們這次說 都不玩 都不玩倒數有些議題嘛 就是那個 想要支持多遠成家 誰在玩我 其實就是我們想要支持多遠成家 那希望更多人能夠看見 這群人他們正在走路 然後也會希望很多很多在不同鄉鎮的朋友們 也是因為看到我們 而發現原來他自己孤孤單 因為我相信 在我任何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很辛苦 因為大家都覺得 這個世界是不是只剩下我一個人 喜歡同性 或是我一個人 在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想讓他們知道 你不是一個人 你還有我們 還有一些人 他們願意為了讓你看見 願意為了讓你 你是改到被支持了 所以來走這一趟 那時候還蠻多新聞媒體來採訪我 然後也是因為這次的機會 然後我跟唐唐兩個人在媒體上面 是落法提成光頭 這樣子 嗯 蠻瘋狂的 因為那時候 我跟你講我有長頭髮 我真的那時候在這 哈哈 然後別讓這 我們在7月26號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有事先規劃 所以我們都會打電話 先去國小跟他們說 所以我們第一天去超高級的DIPM 而且第一天睡這麼好 後面自己就不好哭 其實就只有第一天 對 嗯 就是因為那個 我們走了很久 所以就 就是可能有些會先跳過 然後後來阿姨很特別 應該講一下 後來阿姨就是 我們在共聊那邊 就遇到了一個阿姨 然後他完全 他其實沒有看過我們的新聞 問什麼 他只是路過來共聊天 然後他聽到 欸這是很多人成家 那他們開始很驚嚇 想說他 他會不會說要倒兩巴 然後說你這是噁心的東西 哈哈哈哈 然後就還 還期待這個答案 然後想要被打電 結果發現 欸他說 欸這個想法很好欸 你怎麼會一直這樣走 然後我們聊了很多 這樣 然後很嗨 所以甚至 我們在過幾幾個小時後 第二次會面 他帶了火龍果 跟牛奶 然後奶姐我 我們家後在阿姨 喔 為什麼不是奶果 對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後那時候 他還是我們另外一個 很特別的東西 他給我們的勇 他說 嗯 一個勇 就是黑色的 然後他說 我撿到他 我覺得很像你們 因為 不是 因為是黑色的嗎 哈哈哈哈 都好反顧知道嗎 沒有就是 他覺得 雖然說 你們現在還剛開始 不知道你們會變成什麼 但是相信 我你們以後 會變成很棒的鼓勵 所以這句話 其實用很大的鼓勵 然後 然後 你知道 因為 有很多人 我覺得 聽光頭很酷 因為 你的頭髮就會變成 人體魔鬼沾 然後那時候 毛巾放在上面 已經甩甩掉了 拔在上面 不放 對 那時候 有七個人都聽光頭 然後那時候 在經過 宜蘭的時候 拜訪我們集合出版社的社長 跟他的伴侶 這是他社長 林安玉小典 還有他伴侶 然後那時候 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因為我們團員安玉 有因為這樣子 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講 他那時候 安玉那時候是跟我們說 他在環島前 他從來不會很主動的 或者是覺得 一定要讓別人知道 他是同志 因為假如今天我喜歡男生 我也不會到會跟他講說 欸我喜歡男生喔 我喜歡男生喔 我是一系列龍這樣 所以他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沒有必要刻意去想掉的 可是 在韓語集結那時候說 如果今天伴侶法 或者還沒有通過之前 他們一定會拜很盛大婚禮 他一定要讓全部的人都看到 因為他們認為 讓全部的人都看到之後 這件事情才會更注意 就是因為他用他自己 來告訴別人說 我們就是 我們是很特別的 然後我們的故事 是可以被大家祝福的 所以他才會選擇 告訴別人 我覺得我的信項 甚至用他自己去影響別人 然後他說 他還說 如果今天我們已經可以公開結婚了 我們已經可以公開 用各種的被人祝福的形式 那我就私底下 就跟他兩個去登機就好啦 我們覺得辦公開的婚禮 享受大家的祝福的背後 我們需要被大家觀看 像偶像一樣 我們的愛情 還需要別人的感色多麻煩 其實真的是為了去做一個運動 讓大家的 大家的全力都可以被注意到 所以他才願意去公開 然後我們在花蓮的時候 巧遇一家 一家人 他們一家生很多小孩 然後他們全家都非常支持 對人家早安很開心 在8月2號那之前 我們就接到用電話 他就很開心說 欸你們可以來我們家住嗎 就這樣 在上網記者 就有上新聞 然後那阿姨就說 欸拜託我們去我們家住 然後樹枝 他們家這麼高級 非常高級的民主 然後那阿姨就覺得說 因為他其實對這議題設立不多 但是他覺得我們是一群女生 願意這樣圖不環島 真的很勇敢 所以他就跟著我們 就是在我們這邊住 我們還很厚臉皮 剛剛要有兩天晚上嘛 因為那時候 我們就是在花蓮 就覺得說 因為花蓮是一個 比較少接受這些資訊的象徵 所以我們就花了一些時間 在那邊辦一個 街頭的街獎活動 對 然後就是到跟人家講說 對人家想要早安賽做什麼 那大家希望他們能夠注意到 就是關於要少數族群人的權益 這樣 然後跟這邊講一個好笑 就是因為我們每天都很早起床 然後我們可能就 我們通常都三點起床 然後就是賴床啊 拉筋啊 那種就四點 然後再出發 然後因為那時候陽光 大家都覺得八點眼光很何許 事實上我們走到八點出去 快死了 那陽光真的超自熱的 然後我們就走到九點就快睡覺 就是找個中午休息點 然後睡睡到下午三點 然後或是兩點 我們再繼續走 然後走到五六點 所以你看你衣服 我們如果五六點到 然後快洗澡 那我已經凌晨十二點 或是十點 然後衣服 我們就這兩件嘛 所以就變成說 我另外接賽的時間 就是從晚上的十一點 隔天 然後凌晨三點 更噴很乾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看到一群夥伴 就是 還要踢你內褲 然後像我自己 有那個內衣啊 刮起來 不敢發自己的包包後面 欸你借我背一下 然後他都不知道 他幫我背什麼 然後你掛在這裡 然後就看到 這一個人 他的衣服上面有四件內衣 五件內衣 超害羞 因為他的包包最大 然後 我們在八月四號的時候 經過花蓮凍臉 然後那媽媽就 我們就 然後好熱 趕快吃個冰 然後走進去 老闆娘就說 欸你們來了 什麼東西 難道是NPC嗎 為什麼老闆娘 可以知道我們要來了 後來發現是因為 他在 嗯 記者會那個時候 看到我們的新聞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一個媽媽 會特別注意 每天資訊這麼多 他就說他有一個兒子 然後他兒子去人 還每天資訊 像你們這樣子的朋友 然後他也因為這樣 變得很勇敢 然後會更多 跟媽媽接觸的機會 他就覺得 他就說 我覺得他很愛他兒子 而且他兒子很棒 他甚至在教會裡面 也會跟他的朋友 告訴他們說 他們很棒啊 然後他們很勇敢 你要支持他們 從他的教友 從一直搖頭到點頭 就是用他自己一個人的力量 然後想辦法去 為這個地方 多做一點什麼 那8月5號的時候 我們有遇到一群校長的車隊 然後他 我們有在訪談 他媽媽跟他女兒 他女兒還偷偷出櫃了 是睡覺的樣子 就是躺這樣子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腰頭的 我們就躺著睡 對 其實 其實我們睡覺的時間 比大家想像中 再少一點 因為這是社會議題 然後我們又經營很多事業活動 所以大家晚上可能六點走到 然後吃飯超7點 然後洗澡 11個人排隊 然後就洗到8點 然後8點結束要幹嘛 我們要寫新聞文 因為要發生事業 然後我們拍照 照片要上傳 要找網路 甚至我們隔天可能要辦記者會 分享會 我們要討論 然後我們要寫新聞稿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冰晨 可能1點 或是半夜12點 才睡覺 然後隔天 明晨3點要起床 每天都在飛波羅睡眠 所以中午的時候 大家椅子我要定點 有時候 讓我睡覺 然後就會飛撲 躺在地上 就隨便讓他躺 這樣 然後我們有遇到 也是一個人徒步環島 然後他就自己背著吉他 然後一個人徒環島 他說他是為了他的宗教 因為他是獨神學院的 然後他覺得他要為基督徒做一點事情 然後就開始環島 然後他也覺得他可以給別人友好的感覺 所以當他第一 第一 就是跟別人講說我是基督徒 他覺得他也可以再給別人 就是給基督徒一個很好的印象 然後我們攝影圖平常就會做這些事情 就是拍照啊 然後就是先到地點 我們可以開後備車 然後先到地點 跟他們說我們什麼時候要拍 什麼時候不要拍 那沒有要拍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跟他們一起走 然後為什麼要做遺址呢 其實還有多了一點點意涵 就是封遺址 然後 我們要搬店了 不可以出去了 不是因為我們現在 異谷越來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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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要玻璃只能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你看他嘴巴超大顆的 因為他的腳很大 然後呢這個大顆的 骨絮葉異谷 然後因為嘴巴 如果妳不穿過他 他就會越來越大顆 所以我們就會拿針跟線穿過去之後 把線留在腳上面 然後隔天繼續走 那個水就會沿著線流進去 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8月12號的時候 遇到了小鈴鐺 對小鈴鐺 他是因為在很先看到我們的資訊 然後就特地來找我們 跟我們一起走 甚至跟我們一起住一天 就走兩天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跟他聊 他說 如果今天他只是一個在看到我們的訊息 或是在半路上跟我們聊天 卻沒有跟我們一起走的人 那麼他永遠不會知道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他可能只是跟我們見面一面之緣之類的 他覺得這樣不夠 所以我對他來講 要真正的體驗 跟我們一起生活 他才能了解說 欸這幾年輕人 他在做什麼事情 這些事情 為什麼對他們來講有意義 所以我等一下就說 快轉 好 快轉 然後因為我們每天就是 都是便利商店 我們結束 我們在8月17號的時候 撿到一隻很可愛的狗 然後我們一開始叫他大無 然後因為我們就看他 然後覺得他有個小雞雞 然後就叫大無 他就跟我們一起玩島 從海東 然後後來就再拍一隻一隻團女的 你知道嗎 好不好 然後這是一個關於洗手台的 神秘故事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在環島夢園當中 就是有很多人睡 我們都在睡火小 那火小 有時候那個 他們就把人 其實怎麼廁所都鎖起來 我們沒有知道洗澡怎麼辦 然後就想 就是不遠處有咖啡 就親成小口這樣 看走過去 然後非常樂 然後後來我們就 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第一滴已經洗完 然後他的第二滴就是當事者他 然後他就去那邊 然後他就洗洗洗洗 然後他就說 太好了 他說你睡覺 穿那個內褲 那一台光穿起來 就抱著一包的運動一樣 說請問是獨不尋找愛的可能嗎 然後他就來找我們 然後我們18號的時候 有接受那個媽媽的愛心中餐 就是環島的時候 每天都吃別人商店 所以吃到一個人的味道 好 然後我們在19號 住在一個多個家庭 就是他們其實是一對拉斯卡托 然後他們養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小狗 簡單的介紹 這是為什麼有空可以看紀錄片 然後8月24號 這是我覺得人生很特別一件事情 因為我 我第一次心眼看到陰陽人 就是愛之姊姊 愛秋愛之 然後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酷 因為我以前都會覺得 這個人是男生 不是女男生 就是女生啊 他來之前我去問他說 請問我要叫你姊姊還是哥哥 我要叫艾姊姊姊還是愛之哥哥呢 我都可以 我可以試我也都可以不是 有點苦惱 不知道什麼叫他 對 其實陰陽人就是他在他 他在他器官上面 可能同時也有男性的器官 所以也會擁有女性的器官 所以你無法就他的身體性 身體性別去判斷他到底是男性還是女性 所以性別基本上是一個光譜的概念 沒有絕對的男性也沒有絕對的女性 可能我是女生偏男生一點點 可能他是女生偏男生更多之類的 那我們在8月23號在高雄舉辦一場分散會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經過台南了 然後我們就遇到了班魂八蛋 選的小凡跟穆德 我們有去就是拜訪他們 我覺得小凡很厲害 因為他跟穆德雖然都是男子 可是小凡很努力的就是幫自己生了 讓自己懷孕生了一個小孩 但這不是他們 因為我們照片沒有放上來 然後8月26號那時候我們就走走走走 對那時候遇到的奇妙人 然後騎了彩虹擋車團 一邊煞車停在我面前 想說是要打我的 結果他拿了一袋就是很重力弄不掉 然後就買給我們 然後說我支持你們 就是一個很man的一男 我支持你們你要加油 結果後來他還po完在他們的Vister團裡面 南部打車寫灰 對 然後過了10天 一票吃幾個男生拿起了十家 然後聽在柏小門口 對然後就引起主任的關注 對 我幫你們看一間房間 看一間的教室 你叫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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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9號就運到台工 那時候就說我們那時候在嘉義 然後我們就是 因為想說颱風是天 可是感覺風雨也還好啊 那時候是天吐颱風 然後我們想說好不管今天就是要出門 我們就因為那時候是在那個多元家庭裡面結束 所以我們就由後備車載到我們前一天的地點 我們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可是後備車要想要看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巴掌機就爆滿了 我們就走到車 欸也沒有 欸這邊封鎖線也拉起來 然後想說啊那回去原本的地方好了 回去回去 啊靠腰也沒摸起來 原本來那條路 差一點已經握去 他快殺過去 超可怕的 所以那天就 就有 還是有走 可不可以走到另外一個住處 比較近的住處點 那對 雨天就這樣子前進 對 剛好有人說看到我們 就是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應該是我們沒錯 然後我們在8月30號的時候 有一群 就是也 因為那天真的海空天 然後有一群大學生 南瓜大學 他說他們其實就要被淹起來了 然後就是什麼 其實研造效果研到那麼高 然後他說 我為了找你們 我們就很努力的把土挖開 然後從學校走出來 然後騎車去找你們 然後我覺得太偉大了 就是他們家也有勇士 然後我們在9月1號 就是很累的時候 你就看到大兵這樣子 就是我先講土不足的 欸你先講土不足的 土不足就是 因為剛 生活作息真的睡得很少啦 所以他那天就是走了大概 下午早到4點的時候 他說 他有6K我受不了了 他就睡在加油站的車座外面 就爬在地上 睡著了 對 然後影像組的就是 每天知道 因為我們要過片 所以我每天拍完之後 拍多久 不知道看多久 然後晚上看到 剛剛抓狂 然後就開始嘻笑 然後穿著棉袄跑來跑去 他那時候還拍很多時尚的照片 對 你可以去FB看喔 然後有些帳號 那時候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欸 突不足要解釋一下 那天我們中午已經很累 走到11點12點 就是太陽非常大 那前面要過很久 才會有地方可以休息 所以我們想說 好吧 路上只有一個保安球館 你就坐進去 然後給人家站了一個桌子 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原本都睡國小嘛 然後偶爾會睡在那些多元家庭那邊 可是9月3號那時候居然開學了 我們打入國小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不真的不方便 連中午都沒地方去怎麼辦 就這樣 我們感覺欸 怎麼回事我們都小朋友 之後我們就 就是盡量能睡 那時候還是睡在那個欸 一個教會的外面 對 我們雖然 其實那邊有一點微微的飄影 所以我旁邊都溼掉了 對 大家都說 你看這這個是曬黑的樣子 挖子 好 不好意思 好 我們這時候是關於洗澡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跟剛剛有意義多了 因為一般女生對自己身體的界限 都是非常嚴謹的 更多的話我們團隊沒有不少的提 就是他們對自己的身體界限 是更不能被碰觸的 可是因為我們環島 然後我們每天就是很親密的一起生活 甚至我們那天是6點40分到 然後那個老師跟我們說 我7點就要下班了 不好意思 所以讓他從5點留到7點 所以我們就決定 5個人一起洗那間浴室 然後在短暫的20分鐘內搞定 對 然後那浴室就這麼大間也可以 然後我們5個人還要上演減肥皂戲嗎 這大概跟面積一樣 對 一起人面積 我要減肥皂 然後又要擠 然後我們在9月10號的時候 有遇到被秒靈音師傅 對 他雖然說他其實有宗教背景嗎 是一個在修道院 在修道院 修道院 那什麼 佛寺吧 佛寺 但是他住了很久嘛 住了很多年 然後他說他非常支持多遠程家 因為他覺得眾生都平等 都應該享有被祝福的權利 而且甚至因為他們是在佛寺裡面 然後因為多遠處假 所以跟自己的原生家庭 都有十幾二十年沒有聯繫 然後在一個佛寺裡面 最有 算家長的角色就是所謂的住持 可是像他們如果今天有人去了醫院 或是發生什麼事情 醫院那邊還是需要就是親人 真正有血清關係的人來幫忙 可是事實上都已經失去二十年了 那邊有什麼聯絡 這真的是滿困難的一件事 然後我們在9月14號 終於走到了台北 所以我們就舉辦了一場遊行 然後我們就徒服、徒服、衣服、衣服 然後穿西裝 在台北繞了一圈 想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今天走完了 然後我們要帶著這個議題回來 讓大家知道 這件事情是有人需要的 我們把很多很多的故事收集起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中間有個台灣的板子嗎 那其實我們從出發的時候 就是帶這個板子出發 然後想說一個點點 一個綠色小點點 就代表一個人的祝福 還有他支持會成家 最後我們 因為到了一圈嘛 台南投就抱歉嘛 就是到了一圈 其實我們是整個貼滿 其實真的很多人不管他是不是同事 他都是支持多人成家 然後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小段影片 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其實我們突入有很多的內容嘛 比如說我們遇到很多事情 好笑的事情 難過的事情 開心的事情 同時我們又找到了很多對家庭 他們說他們現在缺乏的東西 或是他們現在擁有的愛 那這個影片其實是介紹我們 介紹我們那些家庭 他們說他們對於家庭的想像 還有他們家庭 現在是否已經有被滿足了呢 好笑的 這是你的演出 我們這是我的演出 對於家庭的人來的 男生市場 男生有出 男生有出 男生 男生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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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世 有很多都是社會的規範 那些規範都是法律 所以要有這些東西 才能夠有真正的 人生安全的保障 我覺得 就像你說法律有很多好處 可是我覺得它是最基本的 還是需要一個認同感吧 就是你們是家人 即使你們沒有婚姻 應該是你在外面看 你就是家屬 而不是一般某某人 就是人家會入人家一丁 或是說人家會用說 她是你到底的娘什麼的 然後就會找她前妻來 甚至扣她兒子來 可不然人家也不願意 然後真正想辦法做決定的 沒有決定 像保險好了 就是你如果緊急醫療 或是什麼的 人家通常是找配偶 然後如果沒有配偶 就是找執行血清 那如果你沒有法律的話 就是直接就跳過 你就是直接執行血清 可是你黎明城市 他身邊就還有那個人 在現階段的制度上來講 我們不接任關係 先生在等著法律制度上 我們不被認可 所以說在某某程度上 我們不能享受法律上的吵架 也就是說假設今天 如果說她要去醫院 就要急救了 或許我沒有辦法遷阻 這樣大概是去急診室 人家可惠不穩 你跟她沒關係 那我就跟她講說 那我就跟她講說 跟她同居院 我也不能給她做這個決定 我們有很多同事結婚或 真的小孩就發現 婚姻其實不幸福 我們其實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其實我們老人 是想要的 就是大家就住在一起 因為反而是我們之間 不只要表達人 說愛學人不只是一種 愛應該是在性別 我覺得他們就是喜歡 就是喜歡教育的人 就是在女生類似的一樣 那女生比較喜歡 喜歡學生的 所以女生也沒有